你不買BNT 你就自己承擔就好了嘛 你推到別人身上去幹什麼 不 我沒有推到別人身上 你對於國人的需求 你有沒有在乎啊 是非常在乎 好 那你認為BNT次世代的疫苗 有它的必要性 還是沒有它的必要性 我覺得應該算可以不然 國人的健康是要等你評估完 國外疫情有沒有流感化 沒有 目前都還沒有 國外疫情沒有流感化 那只有在台灣疫情會流感化 沒有 所以現在還沒有 現在沒有流感化 別的國家也沒有流感化 沒有 目前是沒有 所以換句話講 現在因為它還沒有流感化 也還沒有常態 所以我們當然有存在的必要 我們的行政單位呢 從服務人民的成員 變成人民的太上皇 老百姓要看你的臉色 要求求求求求 最前來的嗎 你造成那個結果 對啊 它是台灣人民 那你就不用關心他們嗎 你只關心台商 或者是在中國的台灣人嗎 你不要講 你只關心你自己 謝為指教 謝謝 還我小三偷 還我小偷 其聲呼喊 還我小三偷 民眾走上街頭大遊行 還我小偷 常常隊伍綿延500多公尺 從中正紀念堂出發 請進總統府前表達不滿情緒 最後抵達立法院 情緒來到最高點 還我小三偷 還我小三偷 經過大家很辛苦 卑微的請求 他們心不甘情不願 勉強開放 結果好像丟一個熱骨頭給我們 其實民進黨做法很簡單 他就是把大門關起來 開個小門給你 那麼一方面呢 他的目的 是為了要阻絕兩岸的交流 當然這個是他抗中保台的一個策略 對民進黨死心了好不好 因為他根本沒有把你們當作是自己的人民 就是把你們當工具 藍營狂轟 政府歧視大陸台商 因為小三通已經停航兩年 陸委會宣布春節期間 重啟小三通卻是做半套 僅開放金門馬祖地區民眾和陸配 不開放大陸民眾或台商中轉 而且目前開放時間從1月7號到2月6號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對於想回家過年的台商 學生幫助不大 小三通停航期間兩岸交流幾乎要停擺 在政府嘴上說怕疫情擴散 但外國人都能搭飛機來台 為何唯獨擔心在對岸的台灣人搭船返台 甚至憂心台商跟陸配搶要 藍營狂轟根本大小眼 充滿政治因素 你只要看看那個蘇真慘 蘇的真慘的那個人 講話難怪會蘇很慘 他們的仇恨值高到 讓我們沒有辦法生存 小三通做半套台商返台過年 路途一波三折 部分單程機票像是上海到台 已經突破三萬一千多元 漲幅高達四倍 台商回家之路依舊遙遠難通 聽到這個 我們陸委會主委在回答 鄭天才委員的質詢 我覺得這個潛詞用詞跟這個口氣 有點太超過了一點 那委員當然有他不一樣的看法跟評估 他也代表不同的選民的心聲 那在質詢台上面 剛剛我們看到鄭天才委員 也都非常理性的在探討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主委動不動說 居然指控我們的委員 這是很嚴重的用詞耶 怎麼可能鄭天才委員 是這樣子的一種態度呢 剛剛大家都看到 完全不是這樣 而是非常理性的在探討 今天這個小三通 影響到這麼廣大台商權益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主委 這樣子的態度跟這樣子的用詞 讓我們覺得就是說 那你現在就是來槓的嘛 那如果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那我們就何必在這邊質詢呢 而且不斷的指控反質詢 指控我們的委員說 他沒有同理心啦 又怎樣又怎樣啦 我覺得這真的是這樣一個態度 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應該請主委要向鄭天才委員致歉才對 我 鄭偉 我真的跟你致歉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先請這個指揮官 委員 委員跟官員執行 審討的時候 就是用詞 稍微拿捏一下 陸委會主委邱泰森被尋 突然大動趕火 都是因為國民黨立委鄭天才 要求開放小三通 讓台商中拽 防疫鑽車 旋律遊覽車 從港口直接到機場 直接從機場直接就鑽機 可以做的 委員 我覺得你這個就是沒有同理心啦 憑什麼你可以鑽機 優先於金馬地區的回來台灣 是這樣的一個態度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應該請主委要向鄭天才委員致歉才對 我 我 我真的跟你致歉 好 謝謝 鄭立文要求邱泰森立刻站起身 向鄭天才致歉 不過即將附航的小三通春節專案 限期兩個禮拜 只限金馬民眾搭乘 台商無法借此中轉 其實考量的就是中國疫情 那以江湖病房來講 那金門現在只剩下五張空床 那麼馬祖的江湖病房現在是零 在這時候貿然開放的風險其實是非常大 因為 還不知道的 大規模的感染會產生很多的變異 我們擔心的是我們不知道的病毒株 擔心防疫問題又成政治問題 疫情指揮官王必勝前一天也在臉書發文 本市同更生開通莫要急 那現在大家立法委員民意代表 所感受到的民意是非常強烈的 就叫做有家歸不得怎麼辦 難道要等到民進黨下台的這些人才能夠回來嗎 是要等到疫情結束 還是要等到你們政權結束 請你告訴我 報委員我們從來沒有說不讓中國的 在中國的台灣人回來 我們並沒有這樣子的措施 另外我再跟您報告一下 病毒並不會去區分他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 然後才去感染他 你在中國的社會生存 那即使是在那邊你是台灣人也有可能會感染 我沒有說他不會感染 對 所以我說 我剛剛講了半天嗎 所以說小三通的部分 所以今天台灣人到底 如果你涉及中轉的話 怕台灣人感染 所以不讓台灣人回來 我想我們單純如果就小三通中轉的事情來討論 我並不是擔心台灣人感染 是金門馬祖人民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那其他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台灣人要來 外國人要來 我們現在有要求他 一定要陽性才能回台灣嗎 沒有 我們沒有這樣子講 沒有嘛 那其他台灣人到世界 全世界各地 都不會染疫 只有在中國大陸會染疫嗎 也不是嘛 今天 因為小三通的中轉問題 那是因為他會經過金門跟馬祖 那如果你在那裡確診了 他會留置在金門跟馬祖 你今天要回來台灣的都要經過桃園 對 桃園經過桃園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桃園的人也可以反對 像在機票都有空啊 目前還有三到六成的機票空位 也可以反對 不是我桃園人 通通不可以回來 可以這樣嗎 沒有人這樣子講啊 那是你講的 為什麼不行 是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小三通 中轉要經過金門跟馬祖 所以我剛剛不就告訴你嗎 那如果今天其他的台商要回來 透過桃園 那如果桃園市政府 是不是也可以學金門馬祖 說不行喔 那這樣我桃園量能不足喔 桃園沒有量能不足 桃園量能很充足啊 所以現在是因為桃園量能很充足 所以全世界的台灣人回來 才可以回來嗎 因為我昨天看到這個陸委會主委 我們邱主委跟這個王必勝次長 關於很多我們國民黨委員 所提出的這個有關小三通 都提出說不可行啊 好像要害金馬民眾啊 什麼這種說法 其實我很有想法 我覺得想幫助民眾的這個政府 是會想方法 而不是找藉口 你想解決問題就是想方法 不是找藉口 那第一 專船 專車 防疫專船 防疫專車 整套一條龍的 讓台商台生 從這個廈門到金門到碼頭到機場 這樣是可行的 就是完全的這個 第二個我們還可以再加保險 要求就是在大陸的五國的國人 如果要回來的時候 要減負48小時前的這個 PCR陰性檢驗證明才可以登船 那我有注意到說這個我們政府部門相關人員說 廈門沒有做這樣的查驗機制 其實這是可以溝通的啊 最終的原因是民進黨就是沒有人力跟大陸溝通嘛 如果民進黨沒有人力我可以去幫忙溝通 我可以去跟大陸溝通說 那我們在下門請他們就是派員要求船公司或要求他們的這個相關部門 邊檢海關部門 邊檢部門就是檢查檢驗這個要登船的人要48小時前的核酸檢測的陰性證明 這樣不就可以避免了很大很大的這個疑慮嗎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現在大三通還是繼續在進行的 如果照民進黨到執政黨的這個邏輯的話 那大三通一樣是門戶大開 每天都有這麼多的這個從大陸或各地回來的國人 難道政府就不用擔心嗎 不要拿著不科學的東西來恐嚇人民 也不要把我們金門地區 拿出來當作這個你們不要這個全面開放的這一種這個漩渦當中 把我們當作一個角落機啦 這我非常不能接受 想幫民眾解決問題的政府呢 他就是會想辦法 如果沒有辦法表示是你沒有能力 或者是你不願意做是意識形態的關係 不想幫人民解決你當然可以找各種理由了 我事實上對秋泰山是感覺到 我覺得很可憐啦 我應該很實在的講 不管秋泰山也好 王斃山也好 或是其他的這個閣員也好 我為什麼覺得他們很可憐 其實他們心裡都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但他們都沒有辦法做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事實上都是院長在決定的 所以院長的指令既然已經下了 這個聖旨已經下了 決定就是定調在金馬人民返鄉專案 那下面即便心裡在愛護 我想陸委會主委上他也是在愛護台商的 即便他在愛護台商 他也只能找很多理由 編出很多理由 所以有時候就會口不責言 事實上他陸委會當然是要做面對台商 溝通這個大陸方面的角色 但我看陸委會 秋泰山一上任的時候 他也是說希望可以春朗花開 但是問題就是在院的那個層級 院長的想法就是跟他不一樣 就跟很多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是很無奈 我對這些閣員也覺得他們實際上很為難 情緒化的討論 讓我們後面要繼續質詢跟關切 這個議題的委員 都讓我們覺得說 那現在還要再問嗎 還是不用問了 你們就是這樣子 剛剛講到第一個題目還是關切小三通 那麼剛剛我就延續曾天才委員 因為他已經把我要講了很多的前提 很清楚的描述了 那麼之前我也曾經質詢過指揮官 我也就叫過您說 現在就小三通的一個考量 到底他的防疫有沒有特殊性 當時是說沒有 全國是一致的 所以只剩下高層的政治考量 這是在財委會我們聯席的時候 您親口這樣跟我講的 我也回來這邊我也質詢過 邱泰山主委 那接下來高層的政治考量 特殊的考量是什麼 好那現在呢 你們再改靠 現在改說呢 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疫情很嚴重 但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 並不是大陸人民來到台灣 完全沒有這個考量 我們現在討論的 純粹是台灣人民 今天純粹我們在討論的是 中華民國的公民 他為什麼不能回來台灣 就我們今天討論這樣子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前提 照理講一個核縣的民主國家 他就算染疫了 你都不能不讓他回台灣啊 否則我們豈不是一個非常嚴重違反人道的國家 我們憑什麼說我們是一個重視民主人權的國家 那你今天不是 你甚至於不考慮他到底有沒有染疫 就是不能回來 那你把所有相關的管道做這樣子的嚴格的控管 第一個我認為這就是很明顯的違憲了耶 你們根本在一個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情況底下 去限制了人民自由遷徙的權力 可以因為他生病 可以因為他染疫 就不讓中華民國的國民 回到中華民國 回到台灣嗎 今天我們的防疫 有給指揮官這樣的上方保健嗎 這恐怕對我跟憲法的認知是完全違背的 所以今天您講到說 雖然在金門馬祖之外 有不同的管道可以回到台灣 但是現實您也很清楚 基本上他的港口就是機場 以及這個班次都非常非常嚴重的限縮 所以就中國大陸這麼大 很多的台商 他其實必須千辛萬苦的不斷的轉機 他才能夠回到台灣 所以增加小三通的這樣一個方法 是增加一個可行的管道 讓他們有多一個選擇 可以透過小三通回來台灣 那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說 如果真的是因為防疫的話 我們有沒有窮盡了台灣 相關防疫的能力跟準備 這也是剛剛曾天才委員在關切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而不是就這麼便宜行事說 就不要讓他們回來就沒事啊 這不是這樣 你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 可以做這種決定的 那你也不能講說 因為拿金門馬祖來當擋箭牌 說這樣子金門馬祖人就通通會染疫 你們講得也太誇張也太嚴重了吧 都沒有任何防疫的辦法 因為這樣金門馬祖就會全部淪陷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不科學的一個討論的方式 所以剛剛曾天才委員提出來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不能夠鑽機鑽船呢 為什麼不能夠這樣子來 幫助我們的台商回來台灣呢 不要說過年過節 千百年來的傳統對我們來講 何其重要回家團圓 今天過完了春節之後呢 我們也不知道接下來的政策是什麼 對於所有台商人來講 跟我們的這個台商來講 那真的是沒問題啊 你們不是當事人啊 所以這個是相反的 不是委員沒有同理性 是你們這些高官沒有同理性 所以大家在思考的是說 那有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甚至於為什麼不要求他們 雖然我個人是覺得他們通通都可以回來台灣 但是你退一萬步 你也可以要求他PCR才能上京啊 你也可以要求他PCR陽性才能回來台灣呢 我們過去三年太多這種例子了 又不是沒有處理過 又不是沒有辦過 這就是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並不是說之前 我們的政策 從行政院到指揮中心 本來指揮中心是無辜的 現在指揮中心只好幫 行政院想一個辦法來擋小三通嘛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那行政院就是因為意識型態掛帥 在政治上面不通最好 能不通就不要通 那個態度跟心態是非常明顯的 而不是能通盡量通 台灣人可以讓他回家 盡量幫助他回家 這個態度是180度完全不一樣 大家跨人都知道的啦 你剛剛前面提到啊 你剛剛前面提到就是說 這個不管是台商 我們知道台商對於台灣的貢獻 是 那台商你不讓他進來喔 你不讓他經過小三通進來 可是呢 你的理由就是說 你的理由就是說 喔 因為這個擔心這個疫情擴散 你剛剛不是也講說 疫情沒有流感化 全球的地方都沒有流感化的問題 對不對 那台商可以透過桃園進來 他也沒有疫情的顧慮 但透過小三通進來 他就有疫情的一個顧慮 那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就是為什麼郭董在他的這個 這個他在他的這個新聞稿上面呢 他會講的那麼痛心 就是N準啊 就是你現在是需要 行政官員是需要高高在上 人家連台商喔 還不是外國人喔 連台商他都要求你求半天 今天我們的行政單位呢 從服務人民的成員變成 人民的太上皇 老百姓要看你的臉色 要求求求求求 才能夠求到一個是 好 是陸沛可以回來 現在是人家一年一度 這個 這個疫情的關係 現在能夠回來過 一個 就立年的一個時間點 你不讓人家回來 你不讓人家回來 沒有不讓人家回來啊 你就是把那個管道限縮嘛 讓人家回來大不行啊 小三推中轉要經過金門馬祖啊 你今天 你今天的一個情形是 你老百姓錢 金門馬祖的人民也是人民啊 也是台灣人啊 你今天拿的鳳鹿哪裡來的 你不是透過人民薪水的 辛苦的納稅錢來的嗎 金門馬祖的人民也是台灣人民啊 對啊他是台灣人民 那你就不用關心他們嗎 你只關心台商 或者是在中國的台灣人嗎 你不要講的這麼偉大 我們不偉大 你只關心你自己 你只關心你自己 謝謝委員指教謝謝 這什麼態度 什麼叫謝謝委員指教 我沒有指教呢 你不難道說 你只關心你自己 你應該檢討檢討改進嗎 謝謝 什麼叫做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也就是說委員說委員的 然後你做你的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你這種態度可恥啦 我跟你講